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 阴影处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就在本期的视频 我尾处揭晓答案哟 一定要看到最后时刻 奥特曼是一部老少皆宜的正能量特色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恐怖的画面 就连大人看了 可能也会有点害怕 更不要说孩子们了 今天豪哥就来盘点一下奥特曼中的恐怖镜头 我们知道泰鲁奥特曼作为奥特之父 和奥特之母的亲生儿子 在整个奥特曼中的人气也是非常高的 但泰鲁奥特曼中的恐怖镜头也很多 在baby新娘在哭泣这集中 身处矿山里边能控制人的怪兽格罗斯特 可是吓坏了不少小朋友 甚至不敢睁眼睛 他的特点就是能够控制人心 还能将整个公寓的人控制为自己所用 泰鲁刚一出手就被控制了 可以说是非常的可怕了 在雷奥特曼中 有一期叫做恶魔居住的镜子 这一期中怪兽本身并不吓人 吓人之处是剧情 因为怪兽贝斯特是马扎拉行人所操控的 他能在镜子和现实世界中随意穿梭 而其中一幕就是一位穿着和服的女人 在镜子中突然现出圆形 这张脸非常恐怖 又能把小孩子给吸进去 可以说是我们的童年隐影了 而最恐怖的是在艾斯奥特曼的第十七集中 相信看过的朋友都对这集记忆犹新 讲述的是一名少女因为交通事故 她失去了父母 而酿成了萤火虫地区 接连死亡的好几人 她变成了大怪兽 这些尸体都变成了白骨 在一次北斗星司执行任务时 经过萤火虫山区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面目猙獰的女鬼 好好的奥特曼就这样被拍成了鬼片 好了 现在侯哥要公布本期的猜图答案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